高中以下的學校 學生制服上秀姓名 行之有年 因此也衍生不少問題 教會部長潘文中表示 六月底會發函 給各校 下學年起 也就是八月一號起 一定要尊重學生的個人意願 不得強制學生在校服上秀姓名 也不應該有性別的差異 身為北市成功高中 今年唯一一位拿到哈佛大學校友會榮譽獎 的學生 白丙鎮到校長室受獎 受訪前還沒請教大名 看到制服上秀的姓名 就知道 制服上秀姓名 白同學不覺得困擾 但今年三月同校有學生因制服姓名被騷擾 學生自製代聯會提案刪除秀姓名 但在校務會議遭叫多票否決 五月服役委員會和校務會議在討論 沒有決議 因為已經聽聞教育部的指引就要出爐 如果教育部的規範出來 我們就直接照教育部的規範來進行就好了 那校內的老師學生也不用為了這件事情 這個好像討論的劍拔弩髒 立委婉婉玉十五號在臉書公布 教育部將發文各校 一百一十一學年度起 不得強制學生在校服上秀姓名 且不應有性別差異 部長判文中下午證實 卻有此事 不可以強迫學生一定要來秀名字 過於僵化而沒有達到實質效益的這種服裝儀種的硬性規定 應該要來逐步的做一個檢討 秀名字他覺得很榮耀 那這個是他應該可以去實行的 那同樣的我們不秀名字 潘文中指出目前有近五成的國高中 仍要求制服秀姓名 經討論秀學號就可以達到識別功能 離八月一號有點趕 但希望學校透過民主程序公開客觀討論 避免為管理而管理 記者林曉惠沈志明台北報導